平时吃点东西,肚子就容易胀,不消化 有的时候属于脾气干瘀和血瘀 这个时候该怎么调理呢 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舌疹汗粒的问题 我们看这个是一个21岁的女孩子,很年轻 主宿是什么,主要是吃一点东西肚子就胀 有的时候肚子还疼,特别是还手脚的凉 然后眼睛有肿,眼睛还干涩 我们看他吃一点东西就不消化的原因 我们看整体他的舌头是偏于厚的 我们通过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这一块你看,我们说过舌胎说了不止一次了 这一块胃气,他的胃气是不足的 我们不能说他败是不足的 另外这块还有一点点偏于凹陷 就整整在中胶,整个上胶在两边都可以 就中间偏一点凹陷 另外这一点呢,还没有胎,胎质的分布 这个是胃气 所以他一定是胃气比较虚的原因 所以说他呢,会有这个情况 吃一点东西就这个肚子胀 我们说这个皮胃的功能不好 叫皮虚 他的干预表现在哪里呢? 其实这个偏胖的这种舌头,这种都有干预的问题 另外我们通过这也可以看到,血虚是特别明显的 是不是 你看 虽然不是那么粗偏于黑子 因为他才21岁嘛,对不对 另外他觉得平时呢,偏于乏力 没力气,头发呢也爱出油 你像这个舌头,虽然他没有齿痕 我们通过这可以看得出来,泛出来一点石 另外他整体的偏于这个 预了以后呢,他的舌头整体是偏于偏嫩和偏厚的 我们说过嫩舌呢 就煮虚 偏厚呢,是煮水分多的意思 所以他还是有水分多 你看他有便秘 同时呢,大便比较难冲 还有点不成形 脾气不好,偏于急躁 这个呢,就是干预的问题 因为他那么年轻嘛 你看这个舌头,偏嫩 另外整体我们说过这个舌头 尤其是这一段 像这个是这一带的 这一段不是很明显 这一段 你看他这边,一是这个煤胎 我们说过是有气不足的问题 另外他这一段是偏骨的 整体来说这一段还是偏骨的 他没有干预线很明显 另外他偏于乏力呢 是这个舌尖的圆盾 气色还行 因为有淤血嘛 舌的颜色还行 所以他有血分是血鱼 有干预级疾啊 他自己也说了 平常的比较容易躁 另外呢,月经呢还正常 但是他那个有的时候肚子痛 他那个肚子痛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痛经 包括肚子痛,淤血也有胃痛的 因为这个淤血吃至了 胃晚了以后呢 他也会疼 有的痛得特别厉害 像那个针扎一样的痛 那个是淤血 像他这个淤血这么重 会是这个淤血的痛 另外呢,湿 我们也看到了整体的舌面呢 泛一点水石 但是呢,主要是这个舌体呢 偏嫩的同时 偏于肿胀 偏大 他没有明显的齿痕 这个是他的湿的问题 他自己也说了 平时感觉这个身体呢 比较沉重 这个湿血呢 就是重灼粘腻啊 重 金规要理说这个人识重的说 负重如带五千钱 就说明身体重困乏 但那个气虚的人呢 是没力气 这个湿气重的呢 他就是感觉身上的重 就像那个泥 你在那个土沾了水 那个泥 他总感觉腿都拔不动那种重 自己皮肤也爱出油 有的时候还有一点痰 这是他的一个情况 另外呢 他呢 这个蛇像那个胃气 达到这么光亮的情况呢 是有这个胃气不足的地方 所以他吃了呢 容易不消化 你像这个健脾胃的同时 这个呢 别看他这个嫩 是虚是以补为主 但是他这个血分呢 这个淤血还是要去除的 这是他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在补虚出师的问题 要考虑到血分 如果不把这个血分的垃圾 给他清理了 你不用活血化淤的 他那个病呢 有的时候他不容易好的 这是他的一个情况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 可以点击我的头像进入主页 看我第一篇微头条进行咨询 关注王医生 一起做中医传承人